大家好 不是蒙不過家 不是蒙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今天開紅盤第一天 今年的第一個交易日 大盤開低之後收盤小跌33點 留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將近100點 怎麼看 我想盤勢的部分 我上禮拜跟各位講過了 基本上 大盤的看法跟上個禮拜一樣 上禮拜一 12月29號我跟各位講過 我說時間轉折快到了 上禮拜二 我跟各位說這個叫做時間轉折 這個叫做時間轉折 反彈坡的高點就在這裡 9338 好 所以指數9320點 進場去放空 股票 看空全值股 做多中小型中低價股 所以我們必須把大盤跟股票分兩個部分來看 好 所以這個大盤 目前的高點 9338 對不對 我跟你說 反彈坡的高點就在這裡了 禮拜三封關 那一天 我從中線的角度來跟各位談 禮拜三的封關那一天 周線是收紅的 我跟各位講過 基本上 我認為這個禮拜會收黑 那為什麼會收黑 因為時間到了 這個是從中線的角度來跟各位談 短線我跟你說時間轉折快到了 禮拜二就是一個短線的時間轉折 中線我跟你說時間到了 這個禮拜會收黑 怎麼叫收黑 收盤在9307點以下就叫收黑 所以不管這個禮拜的大盤怎麼震盪 我認為這個禮拜周線就是收在9307點以下 這個是我上個禮拜跟各位講過的重點 好 短線 禮拜三我跟各位講過 9265點跌破為確認回檔的修正訊號 好 今天一開之後 我們先來看五分線 一開之後 一跌破之後就進入什麼 就進入回檔 尾盤拉上來 好 拉上來幹嘛 我跟你講我的看法 雖然今天留了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但是這個拉上來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技術性的回側 我這樣子講 今天的資深在9265點 跌破之後拉上來 這個叫回側 回側是哪裡 大概收盤架的位置大概9274 所以說今天這個大盤 它雖然留一個長長的下影線 將近100點 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繼續往下的機會比較大一點 雖然今天留了長長的下影線 留了100點 所以指數的部分 剛好尾盤拉上來 我們剛好進場去加碼一筆空單 兩筆空單到收盤都是賺錢的 如果你認為會上去很簡單 我告訴各位 一個點位就好了 你明天只要看一個點位就好了 如果這個大盤 像人家講的 開紅盤之後一路往上漲 因為很多人這樣子講嘛 如果像別人講的開紅盤之後 會繼續往上漲的話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重點 明天它就不會跌破9244點 所以明天如果跌破9244點 它就會繼續往下修正 那我剛跟各位講過了 我認為繼續往下修正 所以尾盤拉上來之後 我們又加碼了一筆空單 總共兩筆空單 兩筆空單都是賺錢的 不是賠錢的 也不是一路一直往上空上來的 在這一天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在這一天 站上9075這個就不能空 我們指數的空單 我們就補掉之後 我們就沒有再空過了 一直到上個禮拜二 才開始進場 重新開始建立空單部位 這是指數的部分 所以簡單的說 大盤我認為往下 但是個別股又必須分開看了 為什麼 股票啊 持續看多中小型中低價股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目前 目前 這個是 那這個是啊 我跟各位講過 到過年前 這段時間 農曆過年前 國立的過年已經過了 今天是新的一個年度的開始 這個是到農曆過年之前 我認為暫時都不會改變 所以才跟各位講啊 先賺紅包 再賺財富 所以紅包在哪裡 指數的紅包 是往下 股票的紅包 是往上 但是股票的紅包 往上 因為大盤會往下 所以呢 權值股會不會有空間 權值股它是沒有空間的 好 我上禮拜二跟各位講過囉 看空權值股 做多中小型中低價股 所以股票的部分有空間的 兩個 一個中小型 一個中低價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來看目前這個盤面 這個現象還是維持不變 對不對 今天上市的漲停18加 上櫃的漲停28加 你看在哪裡 你看都是在這裡嘛 通通是在這裡嘛 那這裡面只有一個特色 要嘛中小型股 要嘛怎麼樣 中低價 就這兩塊 那這兩塊裡面又分兩塊 一個是業績題材 一個是疊生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個到農曆過年前 暫時都不會改變 所以說如果你想做多指數 要等 如果你想放空指數 今天殺下去這個不能空 彈上來 尾盤拉上來這個才是你的空點 所以我們在操作不是亂做 要等它回測壓力 那至於什麼是壓力 什麼是支撐 為什麼這個價位是會來 我說過今天收盤回測 回測就是回測 支撐會變壓力壓力大概就是在這附近 這個課程啦 我們在農曆過完年 過年前之前 還有最後一個提次 有興趣的跟我們助理員聯絡 做個恰行的動作 好 講完之後講股票 股票的部分 我說過了 現在這個4在這裡 在這裡 就是往這個方向找就對了 中低價 中小型 就是這兩個 那我們從12月份開始 操作都是以中低價 中小型為主 生機類股的永鑫 這個是屬於什麼 中價位 中小型 股本11億 這個叫中小型 對不對 12月9號 買進 上禮拜二 沒有的 通知你買進 收盤掌停板 上禮拜三 封關的最後一天 第二根掌停板 4726 這個今天大家會整理 這個還有空間 還有空間還會繼續往上 所以續報 興味員進來 我不會帶你買這一檔 我會帶你買其他的 如果你有興趣 我有其他的標的 但是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我不斷的告訴各位 紅包在哪裡 資金在哪裡 你要知道 市在哪裡 市在哪裡 你的紅包在哪裡 你要知道 你要往哪個方向 我都講得很清楚了 那指示你怎麼去選擇 中南針 這是長線的底部 產業我講過了 毛利率講過了 本益比低 今年3塊多 明年4塊以上 預估5塊來講 本益比都不高 這是12月23號 待會我會買進的 這個買進第一天一定買得到 12月24號 禮拜三 加碼買進 只有一個指令就是加碼 我不會挑很多檔 每天買買買很多檔 然後長得告訴你 不會 你放心好了 我們操作是有邏輯 有出有進 有出有進 有換骨 會維持一定的數量 讓你都跟得上 好 加碼完之後 12月29號 當年掌零板 25號 續報 27號 我跟您講 頸線附近的整理 很合理 12月29號 上禮拜一 賣加碼單 做短線加差 12月29號 賣加碼單 6217 好 12月29號在這裡 當年最高 賣在48.555附近 最高48.6 為什麼 我講過 這個用長線的角度來看 這個叫頸線 好 這個叫頸線 它在這裡做整理 很合理 所以呢 你把加碼的部位賣掉之後 我們原來的持股成本 是不是下降到38塊了 對不對 那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短線 你把賺的錢放到口袋之後 你持股的成本降低了 你的短線可以保護長線 因為這檔股票我說過了 今年如果 如果預估 今年可以賺5塊的話 我們用合理的本益比 用15倍來計算 如果用 今年它可以賺5塊的話 合理的本益比用15倍來計算 我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高點它會不會過 你自己去計算機打一打就知道了嘛 既然今年它有機會 不管從技術線型來看 從基本面來看 都有這樣子的機會 你如何去賺到這這樣子 整個的波段 一定是有策略啊 不是亂做啊 當然波段波段不是一直爆啊 破段幣是怎麼樣 短線賣掉之後 第一個 有拉回有差價的話 可不可以接回來 我賣完之後 如果拉回來有差價的話 可不可以接回來 可以吧 這個就有空間了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手上的 我們不是買最低 我們買在這一天 起漲的這一天 這一天 你手上的成本 是不是掉到這裡來了 對不對 那你在震盪的過程啊 你就不會害怕 這個叫做什麼 短線的價差 除了成本降低之外 還可以保護到你什麼 保護到你的長線 那將來的長線 整個大波段 你就可以賺得到 一筆短線的去來來回回的去做差價 不斷的把成本一直往下壓低 一直往下壓低 你怎麼樣 你波段你才賺得到 不是完全都抱著做波段 一定有什麼 有短線 它要整理 有整理的訊號啊 你有沒有發現我賣完之後 賣完之後它短線就進入整理嘛 等它來回回回來的差價再接回來 這是一種做法 不然就是等什麼 等它整理結束之後 再把它接回來就可以了 這個叫做什麼 短線做差價把你的持股成本下降 降低你的原來的持股成本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短線保護長線 這個也叫做打仗的策略啦 你有沒有發現我跟別人不一樣 我不管在做什麼 我不管在做什麼 我都是有策略 我不是亂做 股票也好 指數也好 我們通通不是亂做 不是拿你的錢來賭我的看法 好 好 智峰也是另外強短的標的 買完當天漲停 這個我都講過了 第二天又漲停 上禮拜一次賣 3206 為什麼賣 我跟你解釋過原因了嘛 因為怎麼樣 不漲就賣嘛 還不簡單 因為這裡我跟你講過 這裡有套牢嘛 這裡有套牢的話 一天兩天沒上去 表示什麼 表示它要整理嘛 所以我們沒有那個時間 等它整理 就怎麼樣 資金抽回來做別檔嘛 福浩哥 台塑集團的基油股 也是一樣 底部成型 這個基本面我也講過了 12月22號買的 8131 12月22號在這裡 當天買20.6 收21.3 這個叫做型態 這個叫整理結束的起漲訊號 買完之後 整理整理整理上去 這一天 12月29號漲停板 12月30號一樣賣 這一天 賣了之後整理 今天拉上來也有給你賣 為什麼賣我也解釋過了 這裡它一定要整理 所以賣了之後 你才有資金去賺下個紅包 毛寶 買 買完當天掌領板 我講過了 這個也是底型出來了 1732 底型出來之後 短線這裡有套牢 沒有滾量工 今天一樣賣掉 不漲就是賣 賣完之後幹嘛呢 這支 這支 今天沒跟你說的 這支 來這支 這我放假這幾天挑出來的 那這一檔股票 各位投資朋友 第一個 第一個 底部型態完成 這個底 這個底打得比這個底更大 這個是防疫概念股 這個是防疫概念股 那這個防疫概念股 生計分好幾塊 永欣 永欣是屬於蛋白質要的 毛寶 這個是屬於防疫概念股 這個跟伊波拉病毒有關係 有伊波拉病毒開始蔓延的時候 這種股票就會漲 那生計呢 永欣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是生計股的台積電 可長可短 但是時間破到了一樣要賣 目前我認為它還會整理完之後 還會再漲 所以這個就不用賣 好 那毛寶 賣完之後 為什麼要買這一檔 我剛講過 這個啊 這個底型啊 打得更大 這個叫做底部型態完整 好 那除了底型之外呢 基本面 第二點是基本面 前三季獲率大幅超越去年 一百零二年了 已經算是前年了 前年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百零二年一整年 0.99 這個啊 去年的前三季就兩塊了 是不是超過一倍了 對不對 目前股價在多少 目前股價在多少 你看一下 你平衣米幾倍 平衣米幾倍 平衣米差不多十倍了而已嘛 所以它又是什麼 又是我告訴各位的啊 中低價主流族群啊 又是中低價主流族群啊 股本 也不到二十一 這個就有人會進去 而且怎麼樣 這個底型出來之後啊 各位投資朋友 這上面的空間就是最少就是這樣子 阿鼻子喔 阿鼻子你看 這底是已經出來了 這其實這就是這樣啊 這相對的 這就是你的紅包啊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這個就是你不用去管指數 我跟你講過 你可以分兩塊來看 你不用去管指數 你如果做股票 你可以不用去管指數 但是你要選對股 選對股 股票在哪裡 主流在哪裡 中低價中小型 過年前紅包 農曆年前的紅包 就是在這裡 就是往這個方向 過一天掃一天 過一天掃一天 所以這種機會不能等耶 要白 因為假一天減一天嘛 所以這不能等的 所以啊 毛寶賣掉之後就是換這一檔 這一檔 這一檔 另外這個也有機會 這個也都一樣 這個有底型 基本面一樣 都是超過 102年一整年的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都底型出來 本益比不到10倍的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要把握啦 我告訴你 這段時間 先探人包 如果你有資金的 你有資金的 我幫你規劃 怎麼做 你忙你的 專業的事情 交給我 指數也好 股票也好 如果你沒有資金的 我們有低價快速打擊部隊 先賺紅包再賺財富 有興趣的投資朋友 歡迎你 跟我們支援下旬 我們休息一下 進一下廣告 馬上回來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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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城市 超級城市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起货股票双征兆 实名反败为顺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竟然是文费 FIX3 不公用 中央卖 Difference 多久 无骗 以后iyо pasus jim 宁只 Partingu S ocean 一只就是舰 天然 every day 様々因为一只地 有时间无常 油灭 十二一次 混合 bize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除了我刚刚给各位推荐的股票之外 还有一档你一定要买的 为什么一定要买 这档股票 我不是第一天跟各位讲 它没有涨停板 但是不管你哪时候进来 跟我买这档股票 都是赚钱 那我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涨停板 今天涨停明天没有涨停 后面又跌下来 那个涨停板叫做没有用 那个叫百开心 我们要的是什么 利润 空间 你有多少钱贪 这才是重点 那这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过 为什么看好它 第一个有人进去 第二个 筹码干净 第三个股价净值比很低 只有0.42倍 我跟各位讲过 最近涨什么 一个是跌升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GEO的 跌升的也好 GEO的也好 通通通都只有一个特色 中小型 中低价 这个通通都符合 好 那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他 有人进去筹码干净 我封关那一天要跟你讲 去年一整年过了 这股价下来 经过长级大幅度的修正 这个叫做匹级泰来 就是这样滚滚滚滚滚滚了 就是会去 最根据的股票跌升的 很多是不是跌的跌的跌不下去了 它不管基本面 不管基本面 就是开始谈 跌升的就开始谈 有的谈三成 有的谈五成 那这档股票为什么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买呢 因为怎么样 因为第一个 有人进去 第二个筹码干净 第三个 只要股价回来它的净值 各位投资朋友 青菜青菜 都可涨一倍 随便谈都可涨一倍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过了 把握赚红包的机会 先赚红包 如果你没有时间看盘 把专业的事情交代给我 我们有个尊荣专案 我清楚帮你规划 帮你服务 没有资金的不用担心 先赚红包再赚财富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跟着我就对了 时间有关系 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今天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谁说了三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 抗热爱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 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最专专专专业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